眼下正值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冲刺期 6月30日 2023年北京地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 来自不同领域的110余家企业参会 提供大数据工程技术 人力资源专员等1100余个就业岗位 现场不少应届毕业生手持简历早早到达 对于自己的求职意向 大多数求职者表示 并不给自己的未来设限 除了考虑薪资待遇 更加看重岗位的长期发展空间 招聘信息还是很多的 在哪个公众号看见的 有简单介绍都有哪些企业 我投出去6分 我是属于2022几年的应届毕业生 我未来的可能更多的方向的话 是从事这个行政文秘的一些工作 首先会去考虑这个薪资待遇 其次的话是这个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 因为之前有过一些工作经验和实习经验 所以现在想找的基本上还是财块类的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商务 市场营销或人力的岗位也可以尝试 也会在意他们的一个上升空间和发展情况 数据显示 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 同比增加82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面对当下的就业形势 多数前来应聘的应届生表示 虽有一些压力 但仍期待精进自身 把握机会找到心仪的岗位 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还是要利用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和提高自己 更多的是对于一些工作技能 或者是一些应试技巧 感觉还是要放宽心态 然后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招聘会 然后线上线下的机会 多留意一点 多经济一下自己 现场不少企业得到了众多求职者的青睐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求职者更能脱颖而出呢 第一是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包括沟通能力 还是把他的一个就是青春的一个朝气 能给我们展现出来 自信 就是看他的专业是否和我们要求的这个专业相匹配 然后其次就是看他就是在校期间 包括在社会的一些实习的经历 求职这方面吧 还是要有一些目标性 建议是提前去了解一些 就是参展单位的信息 这样你做下来 跟单位的这个HR去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相对的你会占到很大的一部分的优势 我们在转写简历的过程中 要用一些技巧 例如说我建议大家在写实习经历的时候 要用具体加量化的原则来转写你的简历 具体是你从事的什么 做什么工作 量化就是你的导出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那有同学说了 我没有result 结果没有 那你可以谈一谈学习到了什么 找工作是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阶段 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阶段 出现一次两次悲剧 或者蔑视失败都是很正常的 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些维度 来多渠道的获取信息 让自己的这种岗位更充实 是把解决咱们信息不对势的问题 据悉在6月30日至8月31日的2023年 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期间 北京将预计组织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20余场 6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万余个 毕业生可关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